舒服機械 歡迎各位來到舒服機械腳踏式 我是摩羯座的皮膚科醫師 肌膚監測的宋鳳儀醫師 這個月我們花的很重本 去弄了一台重機 就是要跟各位談大家注意的 在網路論壇上常常出現的一些很重要的話題 像DECAL RPDD上面的話題 歡迎大家回到那個舒服機械頻道 基本上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自己身為男生都覺得難度很高的一個題目 就是到底什麼是化妝品 你知道身為醫師我們對中華民國的化妝品管理條例當然有了解 那男醫師從來不化妝就會覺得化妝品管理條例這樣 可是其實身為皮膚科醫師來說 這個世界真實的世界其實分成兩段 一個是彩妝品一個是保養品你懂嗎 如果你真的頭腦清楚的話你就知道 保養品的目的是為了保養 所以保養品我們希望它勝進去 化妝品的目的彩妝品的目的是為了上色 所以我們希望它不勝進去 那你又要它勝進去又要它不勝進去 所以中間就會發明一個東西把它隔開 如果你對於那個保養品的命名有理解的話 上次在DECAL還有人在質疑我 說那個隔離霜在隔離什麼 隔離霜你去看最原始20年前它的定義 就隔離霜剛剛被發明出來 它就是隔離彩妝隔離暢空器 可是隔離霜空器就很蠢 因為你擦個豬油它就隔離了 所以其實任何霜都可以隔離霜空器 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意義 Nonsense的宣稱 可是隔離彩妝就有意思 就是說第一個它為什麼要隔離彩妝 顯然連彩妝界自己都覺得彩妝不安全對吧 如果不覺得彩妝不安全 它幹嘛要隔離呢 第二個它顯然是某個屏障 把彩妝跟保養品就是要滲進去的跟不滲進去的中間做一個區隔 所以基本上隔離霜在皮膚科醫學界來說 我們認為它是彩妝的開始 它屬於彩妝品 說到卸妝那你就必須先了解妝 我們先不談人類我們來談房子 房子基本上就是兩種油漆 一種水性漆一種油漆漆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水性漆就很容易的會脫漏嘛 那油漆可以撐比較久 臉上的彩妝如果各位記得那個新娘子常常講說 我要去做個臉要不然我會脫妝 為什麼他要做個臉脫妝 就是因為事實上我們大部分的彩妝都是油漆漆 它必須要有足夠的油水膜它才能附著 因此在結婚之前你要先去做個臉 讓臉上的油水重建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是重建以後你才有辦法讓妝上去 這就回到說告訴你大部分的彩妝都是油漆漆 那既然要清掉油漆漆 那問題是很多人會覺得卸妝油太油 然後他說那我們來用卸妝水嘛 我跟各位講 根據小人在下醫師我小小的經驗 這事實上其實我沒看過卸妝水 你知道嗎 就是他宣稱卸妝水看起來輕輕的 其實你把它倒在手上 用水和一和它會乳化 那就表示它其實是卸妝油 加某些乳化劑形成的東西 就看起來是水 其實它的本質上還是卸妝油 其實從邏輯上你去想就很容易理解 水是不能容油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卸妝水去清潔彩妝 那你不如直接用那個自愛水洗臉就好了 你看你自愛水都洗不掉彩妝 你至少要加個肥皂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卸妝水是個假液體 卸妝油才是個真的道理 講到卸妝油基本上這樣 大家一聽到油就覺得一個頭兩個大 其實你看卸妝水跟卸妝油中間它其實是一個光譜 它不是百分之百跟零你知道嗎 就是說它其實有稍微乳化劑少一點的 乳化劑多一點 乳化劑多一點就偏水 乳化劑少一點就偏油這樣 所以其實卸妝油你可以想像它有純油 有一點乳化劑的 那有一點乳化劑多一點 最後就偏向看起來像水狀 對我來說它們全部都是卸妝油 就是這事實上沒有真的卸妝水 那既然這樣你要怎麼去挑卸妝油呢 理論上唇油一定比乳化劑安全 因為現在大家對敏感肌來說 就自信皮膚炎其實很多是乳化劑造成 可是這是理論好嗎 因為你要知道唇油的卸妝效果 一定沒有乳化劑來的好 就是你要溶掉一個彩妝這個東西 你最好有點肥皂之類的乳化劑嘛 對吧 所以唇油的效果一定沒有乳化劑好 因此市面上你要買到唇的卸妝油 恐怕難度很高 那無所謂因為你還是要 就兼顧安全你還是要兼顧效果 所以怎麼挑安全的卸妝油 我給各位的講法其實一樣的 因為肌膚監測嘛 每次都要看證據 就是說你就買一個偏油的卸妝油 然後洗完以後 洗完以後你就洗之前拍個照 洗之後拍個照 如果你洗完以後皮膚沒有問題 顯微溫度都沒有變化就OK這樣 那如果有變化你就換一排 那對我來說唇油的缺點是他比較難卸的 可是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要不然你用唇油 然後之後再稍微用點那個清潔煮把它洗掉 那最後就是 經過這麼認真的肌膚監測的講解 你看那個騎摩托車要戴安全帽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任何的皮膚保養當然要肌膚監測 這是有什麼好討論的 我們花了這麼多精神租一輛重機 你拜託也點讚訂閱跟分享一下 要不然我們要走了 好那不說了走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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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